嗨大家早安 現在是3月11號早上10點半左右 那我剛剛已經刷牙玩 然後洗完臉了 然後現在要全部出門去散步一個小時左右 然後今天也是就拍一下我的一整天的行程吧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可能會順便分享一些怎麼讓減脂更順利啊 或者是做什麼有氧運動之類的 OK 那這樣陸續會拍給大家看 掰掰 再出來散步了 其實最近蠻喜歡散步的 因為我今天開始玩Pokemon Go 那Pokemon Go就是要走路嘛 所以也蠻好玩的 這邊走邊抓啊 這邊散步 這件事 對 現在每天這個山都會走 1萬步以上 蠻容易就可能1萬3啦 1萬5之類的 反正就是一定要1萬5 至少 對然後最近 身心靈也都不錯 還蠻舒服的 因為之前 在健康房做太多油氧了 其實雖然可以吃很多 但是也做到非常的膩 有點厭實 而且真的花太多時間在做油氧了 所以就會有一點生活 我跟生活有點不平衡 對啊 那現在改成這個散步的話 就是還不錯 也不用 那麼多時間在做油氧了 可能找到一個平安店 這樣會少吃一點點 但是也是夠 很舒服 很舒服 會見給大家的散步 現在回來家裡了 然後剛才散步的時候 就想說 那乾脆去健身房 練個肌群 今天要練三頭跟胸 那想說 剛才就先練了一個三頭 對 然後現在趕快回來家裡 先喝一杯乳清 然後一顆蜜藻 然後 應該五分鐘就吃完了 然後馬上就要出門去教課了 OK 掰掰 現在在做我最近很常吃的 肉圍根的高蛋白燕麥甜點 那這個就是50克燕麥 然後再加300ml的水 1比6 然後拿去微波大概 3分鐘 微波完之後 直接加高蛋白 我自己因為是螞蟻 所以會再加一些帶糖 但是其實這樣 其實味道是很夠的 但就是我是螞蟻 所以我會加一點 然後攪拌就好了 攪拌就好了 這好 客回來了 先來吃今天的第二餐 那這個就是 這是我剛講的那個甜豔麥 我最近很愛吃 然後吃完這個還要吃33克的夏威夷堅果 這樣都要250卡 然後大概25克的脂肪 然後吃完這個大概休息一個小時左右 我就再去健身房 健身練胸 練完胸之後再直接去教課吧 8點還有一堂再臉孔 然後 好先吃飯 這真的很好吃耶 而且 有夠簡單的 大家一定要試試看 燕麥加速微波 微波完變糊糊的時候 再加高蛋白就好了 超讚 2個人 5秒 在外鮮Beat 5分 1個 在外鮮是衝上 2個 油 很輕易 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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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個 清潰 哈嘍大家 我從健身房回來啦 就是我交完客人 然後已經洗完澡了 剛才林口下大雨 然後整個襪子都濕了 然後教課超噁心的 然後現在洗完澡 剛才吃飯了好餓喔 原本想說先 要不要先吃飯因為很餓 但是我自己最喜歡 就是那個洗完澡 吃飯這個時間 是我一天最愛的時間 最幸福 所以我先洗澡 然後先來吃飯 那這個就是燕麥 然後我會放 東泉辣椒醬 然後這個就是 紅蘿蔔烘蛋 五顆蛋跟一整顆 那個 紅蘿蔔 一條紅蘿蔔 對 最近 最近林口一直都下雨啊 天氣滿冷的 希望可以趕快 變暖一點 對 然後有些人會思緒問我說 就是 減脂啊做什麼有氧器 才比較好 那其實 沒有什麼最好的有氧 就是 都很好 只要你選你喜歡的 你比較做得來的 你可以持續的 那才是最重要 那 像 我現在就是最喜歡散步 那有一陣子我 有逼自己爬樓梯 就是如果大家有看我IG的話 應該知道我有陣子在狂爬樓梯 就是 家裡大樓的樓梯 那個就 很有效率 然後也不錯 只是就是真的 蠻累的 然後 會有點壓力 就是說 等一下又要爬樓梯那樣 所以 我之後就沒做了 對啊 所以剛剛就是選自己喜歡的 不要太有壓力的方法去做 對 因為堅持是一個 長期的一個規劃嘛 就算短時間有效 一下放棄就沒用了 OK 那我先吃飯